天天好 来 哦 锅子鞋 20的加工费 我们现在在山东渭海的码头 上面都是卖鱼的 哇塞 伟伴 我们现在在山东的渭海 听说这边的渔船早逝 海鲜很有名 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在海边扎了帐篷 跟大家明天一早来感受一下 起早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睡了 帐篷 哇 哇 这海景无敌了 呜 来海鲜去了 我们到码头了 兄弟们 你看 后面全部都是渔船 我们现在山东渭海的码头 上面都是卖鱼的 今天来看一看这边的 鱼室的价格是怎么样的 浓浓的海鲜味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码头等 等这些刚上岸的第一批货 然后现在有渔船来了 它是外面有大渔船 渔船到了以后换小船 然后小船看见了 好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有没有货 来货了 来货了 什么货 哎 下来了 鱼 八爪鱼 哦 这皮皮上好 海鲜 红花鱼 还有最后一个 这个小杂鱼 这个35了 35了 来 我拿个三个 这个 这个多少钱了 5050 这个拿一个40块钱好不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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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100 1.5 这个45 1.5 好 好 150 这个螺什么价格 螺 25 25一个 20块拿一个好不好 大的 大的 20块 拿一个 再帮我挑个大的一个 好 两个螺要40 好 又来了 兄弟们 这个皮皮下怎么卖 40 40 这么贵 隔壁都卖30 30 你看大小的 三个 很小 多少一斤 35 72 开八 72 72 两斤多 给你看看这个 驴市的人 我的天 全是当地人 为什么你们家全活的呢 20 养的 多少钱 30 这个二是我一斤 哪一斤 这个多少一斤 这两个是我的 50 哪两个 哪两个 这两个多少钱 这两个多少钱 43 码头 驴市 三个人 五大海鲜 340块钱 来了 我们 这么早开始喝起来 你是前面码头买的吗 对对对 他都是码头买的 清蒸焦盐多少钱 焦盐要过油的20 清蒸10块 就清蒸10块 爆炒20 这是意思啊 好的 它是五贵吗 不贵 不贵 那太好了 老板说不贵 那就不贵了 这个罗20一贵 贵不贵 一个20啊 你要还有一斤 这一个 一斤吧 没有半斤 没有半斤 买错了 他说20块钱 是一斤 我直接说20块钱一个 他开心死了 他直接撑了一下 我理解错意思了 好 我们开吃了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虾 第一盘这个虾 它是真的是10块钱一盘 这个是我们点的大虾 这个是应该带高的 这50块钱的虾 我吃这个 我往这个虾 我来尝一下 巨鲜 这个虾贵子会这么大 这里三只虾是100块 然后这只大的呢 是50块钱 你看看没什么差距啊 沾一下 巨鲜 真是杭州口味条的酱 然后这一个皮皮虾 咱们花了70块钱 加工费20块钱 就一共花了90块钱 你上面118是 有这么大量吗 一斤半 一斤半 那我们这里是两斤 那的确要不是店里直接买油 滑舌 不要再钱了啊 来 皮皮虾了解一下 皮皮虾 这海贼头多少钱啊 这是长海贼头 三十八这么大的 这边的饭量也太大了 这个虾我也吃一下啊 嗯 这虾是甜的 我觉得这个虾比那个肚实的要好吃 肚实的没有那个甜味 三个虾是什么虾 艾姆大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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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是大的 对牙 那就是对牙 来 我们三个皮皮虾一起 嗯 我们三个皮皮虾 一口气哦 沾一下 应该这样吃 哦 太鲜了 它这边的海鲜 这边怎么都带一些甜味来 对 好真实啊 我太好吃了 我的手已经有点疯伤了 普手剥皮虾不用嘴的都是有皮 香辣是剥子蟹 这个加工费 多少 最三十 啊 二十 二十的加工费 这一盆总共六十三块钱 他说这些是这样做 但是我感觉他说这些很厚 是不是 尝一下 这些可以做香辣的 葱姜好麻辣的 尝一下大家 来一口 哇 我搓了这么大一口 还有这么大的包 你看 哦 这个蟹怎么这么厚啊 就是 配下里面的肉 哇 今天刘有遗憾的是 没有看到袋子 嗯 有点肉寒似的感觉 跟我们那边不一样 过瘾 然后这个是海螺蒸完的 嗯 来来 哦 哇 这个好厉害 来 哇 这一块不能吃 最有海的生意 这个不错 可以拿回去做鸡脸 海螺 直接这样吃了 怎么 要蘸辣根吃啊 就刚才海螺切完的样子 海螺 海螺他们标准之外是 像这个酵油芥末 来尝一下 那是哪里 你们买的 这多少一个 这三十一斤 八爪 还在跳 这个多少钱 这三斤算二十一斤 这个是章鱼 这八爪鱼是不是生的也能吃 我帮你来生吃了 我帮你来生吃了 这海螺多少钱 三十一个 三十一个 他小于二十五五千 拨了一点虾 来一点酱 杭中酥 鲜甜鲜甜 老板娘 这个是什么虾呀 樱枣虾 樱枣虾 我觉得这个虾 慈慧多了 后来还吃起来 特别的鲜甜 好吃 我们今天应该是威海的最后一顿 还有五个小时 我们就要慈飞了 回杭州了 威海给我最大的印象 就是这座城市每一个角落 都很安静 空气也很好 那这一顿海鲜呢 只要大家价格砍对了 海鲜质量是绝对高水平的 我们价格没有砍得很完美 只是给大家参考 如果说大家真的有机会来威海 记得这些食物一定要吃一下 不出意外 应该要去平南宝山了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